2023年岁末将至 温哥华传登峰会日前于温哥华佛光山 举行亲子烘培 即岁末联谊活动 住持绝处法师 协会吴嘉迅会长 以贵宾身份引邀出席 本次活动结合了传登峰会 同居及善童学院 共近50个家庭 110人度过了温馨而充实的周末 住持绝处法师开始表示 这次活动看见了青年的三代 从传登峰会 佛光青年 到这次参与活动的小小菩萨们 看到了佛教传承的希望 更鼓励所有的孩子们 要做三好儿童 透过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提升自己 也利益大众 活动在妻子烘培DIY中开启 在老师示范指导下 大人小孩从材料准备 搅拌到硕形 同心协力完成雪花酥的制作工艺 现场让人感受到满满的亲子互动 所流露出的家庭和顺及温馨 为了训练孩童稳定心性 活动特别设计了人球合一的游戏 小朋友在父母陪伴下 手拿着盘及汤匙 带着乒乓球进行静走 孩子们必须凝神 静气 轻步缓心 专注脚下和手上 才能越快抵达终点 见到孩子们行进间的专注 父母在旁用心地引导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祥和安定的氛围 活动在杰出法师带领献灯祈福 攻读幸运大师 为儿童祈愿文中圆满 爸爸妈妈们在佛前无不前程恭敬 祈求佛陀加倍 探望孩子们所现的灯 都能灯灯无尽 照亮平安幸福的成长道路 人间卫视王金培 联谊温哥华采访报道